前段时间 谢霆锋在节目中上演了一段咏春拳 虽然他表示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打过咏春了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他的一套动作非常的行云流水 一看就是练家子 现在呢 很多演员在拍戏的时候 遇到专业动作时 都会选择用武器 但在以前 这些都是需要演员自己亲身上阵的 除了谢霆锋之外 像成龙 甄子丹 李小龙等人 都有着非常扎实的武术功底 另外 今天笔者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武术演员 他的名字叫陈慧敏 谈论起功夫来 陈慧敏的口气不小 在娱乐圈中 很多人都会尊称成龙一声大哥 但是陈慧敏却觉得 成龙的功夫充其量 就是扎耍而已 不仅如此 陈慧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很毒辣地表示 曾子丹虽然很努力学习功夫 但是 他的实力却也很差 为什么陈慧敏会出口 如此狂傲呢 原来 他从小就非常的喜欢武术 而且 他也确实实力很强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有参加过很多次的拳击比赛 并且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们都知道 那一台比赛是很考验一个人的能力 如果你能力不足的话 就会轻易被对方给扫出场 这也难怪 他会觉得 成龙不过是花拳袖腿 在陈慧敏那么多年的工作年头里 他出演了上百部江湖片 在他里面 大部分都是充当黑帮分子 或者是江湖大哥 在这些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陈慧敏的表现都很自然 这其实是因为 陈慧敏完全就是本色出演 他其实也是黑帮中的一位风云人物 最开始的时候 陈慧敏其实是想考取警察的 但是天不从人愿 他没有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香港警察 反而成了一名狱警 在当狱警的日子里 他还认识了很多黑帮人物 那个时候 香港还处于黑白通知的时代 于是陈慧敏决定随波逐流 一边当着他潇洒预警 一边和黑帮友好往来 因为他的这些陈年经历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都会觉得他浑身散发着大脑的气质 只是很可惜的是 陈慧敏上了年纪之后 也不可避免的身体出现了异常情况 还好呢 发现了及时 当时他被检查出 只不过是早期的肺癌而已 还存在着医好的可能 前段时间 77岁的陈慧敏患癌之后 初次现身于镜头前 当时他出门有豪车接送 我们原本以为 他应该处于被照看的状态 但是他却依然行动非常的敏捷 如果不是之前家人透露他患有癌症 谁能相信这么活跃 一个老头其实是一个病人 近段时间 香港14K超级元老 双方红棍陈慧敏 与其门生尤恩杰发生了疫情纠纷 由于陈慧敏患病住院 尤恩杰拒绝为其支付 大约30万港币的医药费 导致陈慧敏被医院催缴医药费 院方表示再不交费 就拔针停药 混迹江湖近60年 从来没人敢催收陈慧敏的数 而尤恩杰此举 却让这位曾经雄霸 尖沙嘴的缺日臣 颜面扫地 7月31日 陈慧敏之妻带着子女 来到尤恩杰家中 敲门声震鱼龙 进门之后 尤恩杰被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明嫂手里的半支烟还未燃尽 一怒之下 左右开弓 掌握尤恩杰 所谓何事 视频中隐约听到 尤恩杰为何不交医药费 想必是为了医药费一事而来 之后 双方相互举证 陈凤怡曝光 尤恩杰与他人借钱的记录 但也未能证明 其老千行为 骗钱借钱 一字之差 妙之千里 尤恩杰更指出 自己为陈慧敏一家付出不少 根据不少网友的内容来看 尤恩杰有喊话陈慧敏的意思 你说我是老千 请你拿出证据 我骗了谁 大有东西可以乱吃 但话不可乱说的意思 前两天 可能是在古惑仔求职广场里 爆出一个消息 陈慧敏下江湖追杀令 14K最高辈分的元老 陈清华也默许 没想到被人遗忘的江湖追杀令 居然能够重现江湖 由双花红棍陈慧敏亲自下令 要知道 双花红棍地位崇高 做不了489 因此在职位上双花红棍仅次龙头 只有他才能够下达江湖追杀令 此令一出 江湖人士接收到消息 据悉 香港四大帮会的元老们 在西贡全季海鲜酒家 召开了打游大会 四大帮会共计36个堂口 召集人马随时候命 各大佬虽都已经是白发苍苍 但陈慧敏是他们的好兄弟 所以都踊跃之时 坚决要给尤恩杰 这个台湾小子一点颜色看看 据说 当时有一位大佬 虽年月七旬 脾性依然火爆 听完尤恩杰之事 火冒三丈 嘴里说道 一日老大 终身老大 话音刚落 双手一抬 差点掀翻了 百十来斤的桌面 幸亏及时被人拉住 目前 江湖追杀令于是 在香港的江湖上 传得沸沸扬扬 顿时 整个香港 像是被一种 无形的杀气笼罩 十分的压抑 街头每一个路人的眼神 都带着一丝诡异 口罩遮掩住的嘴脸 仿佛 他们都是接令的杀手 有的背着包 有人提着布袋 还有人头戴 黄色头盔 扛着四米铁棍 全身青筋抱起 一看就是外加高手 江湖追杀令传开 尤恩杰此时又有何动作呢 推开音乐台的一扇门 闹钟吵醒了素贼的尤恩杰 他起身照了照镜子 发现脸色不太好 自言自语道 都快气出病了 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吓坏了正在家中打闹的猫狗 来人一身黑色净装 光头蹭亮 他大喊 杰哥 阿公拿一千万下了江湖追杀 不 是追杀令 次到帮会 三四六堂口都接令了 尤恩杰听完 扑吃一笑 鼻涕泡都笑出来了 快快快 纸巾 黑衣男子马上递过纸巾 尤恩杰擦完后 与工人说 阿姐 帮我拿件衣服来换 杰哥 怎么办 黑衣男子神情十分紧张 看得出 陈慧敏这道江湖追杀令的威力 尤恩杰摇摇头 不紧不慢地说 敏哥不会这么做 我一没犯江湖大吉 二没害人 三没骗人 吵吵架 犯得着下江湖追杀令吗 不可能 外面都传封了 各路人马都接令了 据说 志永堂 魁老哥也下令 黑衣男子话音刚落 尤恩杰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 犹豫中 带着不安 问问问魁哥吧 接着 他拨通了魁老的微信 经过一番询问之后 才知 这根本就是谣言 是某些人 无中生有 这时 尤恩杰电话突然响起 似乎 是星际的人打来的 接完电话后 尤恩杰对黑衣男子说 歌照唱 舞照跳 该吃吃 该喝喝 啥事不往心里咳 接下来 在尤恩杰身上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拭目以待 intercept发生了什么事呢 接下来 那种情况 就是这个地方 视频